死不了 哎 杀鲁还是挺难打的 毕竟这个狮王现在有点无脑 嗯 他有来就一直递啊 能把他怎么样的 开塔房 中路这里 火猫也在逼帕克 位移很短 无影拳的伤害不太够 然后幻影长猫树果然是被冲死了 与此同时 自己给自己加口血 沉默树是这边还在点自己没蓝了 然后再递一下 哇 这沉默已经累了半天 但输出是真的低 硬术没死 是的 你再换状态 这时对线几括了 是全场经历第一 非常费 中路火猫小游 但是趴队也完全能接受 就差了一百多块 这上路有点坐牢了 太无脑了呀 换场我走 就收不了 就你只要对线他就一直抽 一直抽一直抽 不讲道理 又来了不讲道理 没办法 而且小牛在下路又死了 萨尔上山 两个边路有点爆炸啊 嗯 不过失王是这样的呀 失王 失王对线现在就这么无脑啊 打大哥就是储这个服酒 cd很短一直抽 谁都受不了 火猫这里想要截一个人头截斗了 凶还是真的凶啊 而且这波杀了帕克之后 你看经济 就是火猫去上路提了个萨尔 刚才又杀了个帕克 帕克就下路逛了一波街 导致现在两个人差了一千米 这猴子自己也去也不让完了吗 不让完了 这个换眼卡猫手确实是这盘被打得有点惨啊 自己家野区都不让进了 呃 水人再次完成单杀安娜 纯纯的顶线工具人了 呃 发条好像出勾了 这里找的就是顶线的玉母之珠 沉默大招一交过后 正面可能要打起来猴子刚刚先完了龙心 水人这边是撤不出来 但是萨尔的框大是框大了 欢迎潮帮手的真身 帕克现在没大招呢 静态风暴里面直接强杀了对方的欢迎潮帮手 能否可跳大并没有保住自己的猴子 水人自己这边也有BKB完成了超神杀戮 并且拿到双杀 火猫在人群当中杀完了一个大狗 就只能置身撤退了 玉母之珠根本上不去啊 这兄弟现在没有BKB的很脆 三杀安娜 很有想法呀 酷酷 无人开悟 超速运转 加强版的导弹先刷一轮 水人直接剥脸 沉默术是被对方帕克给沉默了 而且牛头这边也是被帕克找到了 小牛仙的 一次同时发球技师有事也留到了沉默 而且萨尔的光达把玉母之珠也给留了 三四五全倒了 正面没有 开悟啊 后排开悟 水人直接剥脸 变坏脑走 然后帕克大两个 火猫BKB在C店 水人大灯 能不能通过 这边水人不来 这波盾可能要绞 还在编制 空血空蓝 给个微光撤下来 哎 BKB这么开了吗 空蓝开了个BKB 火猫BKB接受收力的大 水人开了BKB不能打了 阿娜的一个失误 导致这波团战可能会被追击 看能跑几个 缠绕是留住了TP的8条 没掉 能消耗 而且也不是特别赶上 水人这个时候耕了个蝴蝶 然后上一波靠BKB绑下来的盾 还有接近两分钟 那这波再来 是否能把这个路破掉 看一下 还有1分40秒 这边野外的话酱油线被切了 沉默有买的 失望绿的墓碑 脸上有一个玉姆蜘蛛 推就赶紧推一手 牛头这边的话 有中力道具先走了 帕特的大招 单留一个玉姆尺度 反弹一下 链子争盾 双子塔下 帕克拿到 TC消耗 帕克断后台 发条一勾勾到牛头沉默开大 但是发生即使它很肉 回头这里 沉默大招结束 他就公出来了 是的 人头没死 火猫的话 pkb已经开过了 发生即使可能算不回去了 发生即使可能算不回去了 发生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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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